零七集 山河气运图 景山之上传来阵阵的钟声 陈中木骨 新的一天已经是到来了 景山如菊院一般 本是皇家的御用园林 以大难和尚为首的白马寺和尚进宫之后 深得明帝习患 在景山之上修建了万佛寺 作为他们的修行法场 破长风忽然道 这老话常讲 七月十五鬼门大开 明界的鬼魂来阳间 或是完成未了心愿 或是报仇报恩 不宜而论吗 这一日呢 据说是明界人间之门最容易开启之日 若真如破长风所说 明界众神降临人间 要带往生魔君归位 可他们明明知道破长风就在皇宫之下 确实不来这里搭救 这又是为何呢 当年三俗一步踏入到天人之境 将人间的天空给捅出了一个大窟窿 打开了明界之门 却又是一箭斩杀三神 之后呢 又将破长风的这道魂一分为二 却也是为赶尽杀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心到 先不管这些了 找个办法逃出了地宫再说吧 启动精神阵 我将怀中那块墨语石盘 给取出来 仔细的端量 上面雕刻的这个符文 与地宫石笔之上隐约的相呼应 这就是主阵的阵眼了 只是与负阵旁阵按钮的启动一事不同 这个主阵似乎是更加繁琐一些 圆盘是分为八个区域 地宫石笔之上也有八处符文 暗合着八卦之意 我来到场内的举石之上 墨绿色的石头上有着一个圆洞 我将墨语石盘放在了上面 以手旋转 和地宫石笔八处的方位对齐了 轰隆隆 精神阵主阵被激活 石笔之上一道墨绿色的光芒 笼罩在这玉盘之上 紧接着地宫之内石笔上八处符文 纷纷的亮起呀 有点意思啊 我与太平站在石台的正中 四目注视着周围的变化 符文是越来越亮 那些雕刻的纹理如同是万里河山 悦然时尚 一道道白芒射出 在深前空白处形成了一道十张大小的光幕 光幕之上大明山和地理图 诚信在我们的面前 天下十八路周 三山五岳 在这阵图之上 飙息的是无比的清晰呀 要说呀 每一城池山越河流都用着绿黄红三种颜色给表示了 我与太平被这幅景象给震惊了 倒是破长风面露不屑 哼 不过就是大明天地气运图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文言我这心中啊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就是精神阵法图 将天地气运汇聚京城 以天下来供养一城 以保大明国运千年不衰 这也就是建立精神阵之目的呀 我问道 那如此说来 气运图 还有红黄绿 分别代表着天下气运的 那薄厚的程度 可以这么说吧 那与屠龙阵和黄阵图相比 又当如何呀 这天下三大奇阵 各有千秋 精神阵可以催去天地气运 屠龙阵呢 则是聚集至日月星辰之力 前者过于玄妙 后者可遇不可求啊 若论武力值的话 精神阵乃是天阵 威力最大 可这阵法几年前被人破坏了 如今威力只剩三四 远不如当年呢 遇到了引明界之力的黄阵图 恐怕已经不是敌手了 这阵法控制是极其凶险 手有不慎 便会万劫不复的 慕容山砖 这是在玩火自焚呢 奇怪了 那按理说 这些人是来解救你的才对啊 怎么的 你巴不得他们出事的样子呢 此时破长风冷冷一笑 他闭口不言 我问呢 破长风 这些红黄绿点在移动 又是什么呀 武功到了一品 能感应天地契机 也能被天地所感应的 那些绿点嘛 便是江湖省一品高手 所在之地了 我心中是恍然啊 原来如此 这黄点则是天下间 三境之外的大宗师 红点则是 武功至天人之境的 陆地神仙的数量 明白此中原理 天地气运图上 绿点有不到二百个 散落在江湖各大门派之中 代表着三境之外 大宗师的黄点 天下不足十人 向南籍赵灵霄 慕容白云等人的位置 也都显示在地图之上 红点不过三人 城内只有两人 应该是白马寺那两个突驴 还有着一个在蜀中的老军庙 应该就是那位所谓的鬼谷道长了 令人奇怪的是啊 这个气运途中 却是没能感应到三俗 破长风道 这精神阵 不过是对天地之间 真云变化的反应而已 若有人瞒天过海 隐藏了气息 精神阵 也是 察觉不出来的 这只是一个气运图啊 精神主阵 虽是被激活 却是无法启动 三年前河道子破坏精神阵的枢纽 将天地气运 复归天地 这精神阵 却也是缺乏启动 所需的天地真缘了 眼见已是下午 今晚景山万佛寺 大南三突驴 已经对几军臂下手了 我却是被困在这儿啊 不由的是暗中恼火起来 太平是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见我生气 也是不敢说话 我盯着天地气运图 师徒从中是发现一些端 寄军臂被擒引来啊 我就隐约觉得不对劲 气运图上 天下高手 齐聚京城 慕容白云呢 还有赵灵霄 向南海与大南和尚 还有这个贫学等人 是联合 要对付三所 此事与寄军臂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吧 三俗的武功虽高 却是在慕容山川 吃亏受了伤啊 已经不是当年一剑破六神的古人水了 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 除了他胡来 似乎呢 就没有三境之外之人了 若真是交起手来 鹿死谁手 还真就不一定 木骨阵阵 黑夜降临 取出了风月宝剑 京城之中家家户户是烧纸焚香 祭祀这鬼神 景山的万佛寺 香烟鸟鸟 贫雪僧及那个瘸腿的断臂僧 与慕容白云是严阵一带 一座法台建起三四十掌高啊 法台之上 黄白帆上面 画着诡异的符号 似乎是一种阵法 其中一个符号 正倒是两个三角的六芒星 在普陀岛慕容白云 正是以此六芒星符 触发了黄阵图的呀 神武门上 明帝朱物能 与这个大难和尚正在对一 朱物能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那个人 他会来吗 大难是手撵着一枚棋子说着 就算明知是陷阱 他也会来的 他得了治阳丹 今夜又是鬼门开 错过了今夜 不知又要到了何时了 这朱物能有到 我又一事不解 请讲 这不服和尚 与你们师出同门 又为何却是反目成仇了呀 大难是冷哼一声 哼 他是往生殿神座下得以弟子 当年神座 落难人间 作为接引僧 他是第一个降临寻神座 若找到神座 本是大功一见 不过那人却在人间动了感情 名神大怒 将镇压这一次之事 落在我们的身上 害我们舍了三兄弟 今日他不来则罢 若来 心仇旧恨一起算 定让他盗销浑散 虚实三刻 永定门外 这职业的官兵啊 正是抱着军刀在那犯困 有一将军来到门前 一鞭子抽在那个官兵的身上 那官兵瞬间就醒过来 见到来人是连忙跪下磕头 见过萧统领 备之失职 还请统领恕罪啊 恕罪 你何罪之友啊 萧前良是一脸的冷笑啊 我 我 那个 我职业期间 善离职守 未造成重大后果 按照 轻微失职 管理办法 扣违规几分四分 罚奉半月 未造成重大后果 那什么是重大后果呀 那 我已经批准 擅自开门 那你把门打开 萧前良是点了点头 官兵说着 统领 您说笑了 入夜之后 若要开外城大门 要由您和兵部 共同出举文书才可以呢 肖前良是拿出一张文书 落款处写着 兵部侍郎 宋 司祈 官兵拿着文书 上去跟上级汇报 没多久啊 就来了五六人 燕鸣手续之后 缓缓将永定门打开 异象呼吸 几道寒芒呼吸 那几个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不少片刻 原本空旷地涌定门外 有着两千多人涌入 进入之后 玄机是分散到 内城之中 肖前良将文书取出 给销毁 此地我不方便久留 东西 在东郊明港 剩下的 就靠诸位了 一切为了大明 为首那人恭敬道 一切为了大明 说着 率着众人散去 肖前良是若无其事的上马 转身而去 一切如未发生过的一般 京城之内 看似宁静 实则是暗流涌动 地宫里 我是面色阴沉 望着风月宝剑 莫不做事 破长风在一旁 是一夜遇到 怎么的 生气了呀 我是心头火气 面色不善地望着 你 你若是能帮忙的话 有劈快放 不然闭上那臭嘴 没人把你当哑巴 破长风 此时豪争以侠道 你只知道跟我发闷气 你却不喷喷这个小丫头 有没有出去的办法吗 嗯 太平时脸色忽变 你胡说什么 你有什么办法 听到我问话 太平时一直摇头 没有的事 他受不了我的目光注视 双眼气泪 低声道 外面太危险 我不想让你出去 我叹了口气啊 我的妻子被困 我的兄弟为了救我 要一夜闯万佛寺 我兄弟 如今是生死不明 我师父如今 也被人算计下落不明 你却让我困在这里 让我下半辈子 在后悔中度过吗 文言太平时哭道 别人我不管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送死 送死 谁死谁活 还不一定的吧 太平从怀中取出一个东西 扔给我 你去死吧 我不管你了 接过来 却是一颗 鸽卵大小的黑玉珠子 珠子流光一彩 那个 上面有些 微微的流光 这正是当年何道子 窃取的精神阵的疏远 明帝曾经派无数高手追杀的 却是没想到 他却将此物留给自己的徒弟诸名 来到玉盘之前 将这个墨玉珠子 放入那个小洞之内 一道白光从玉盘之中射出 将地宫之内照得是亮如白昼 山河气运图瞬间变得明亮起来 天下十八路周天地真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向京城汇聚 笼罩在宫殿之上 一道虚无之门在面前是呈现开来 我回头望向破长风 你不是要出去吗 破长风此时啊 仰面躺在石头之上 时机到了 我自己会出去的 老神棍 精神阵进入到待阵的状态 只要有人用口令激活 便是可以获得精神阵的力量 而这个口令 如果是未猜错 叶良辰应该传给了小道童 小道童抄完最后一个字 把墨汁吹干 将毛笔放下 山河气运图上 京城天师府一个鲜红的亮点 瞬间亮起 我带着太平踏出门外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关注加收藏哦 何无何无何无 踏出门外 两人站在天师府的院内 天师府掌控着精神阵 却是没料到 精神阵阵书竟然与天师府相连 院落内一片的狼藉 前些日子熬战之下 留下的尸体还在呢 院子里的血迹 却也是未来的吉异 冲刷干净 小道童是一脸肃穆 从书房之中走出来 这几日来 无日无夜地抄着叶良辰给他布置的功课 直到完成最后一个字 小道童修为是直入天人之境 叶良辰说过 小道童修的是太清诀 讲究的就是顺心而为 等机缘一到 修为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了 可是小道童天生贪玩 根本是沉不下心泪 一直就没有突破 叶良辰与小道童情同父子 直到叶良辰战死 小道童不知所为 一心想完成师父临终前交代的课业 执念所及 竟悟出了太清诀的至高药医 一步迈入天人之境 山河气韵途中 最后亮起的那个红点 自然就是小道童了 小道童见到我与朱明 不由得哭了 小师叔 师父去了 我拍了拍他的脑袋 并有头再有主 师兄不会摆死探 小道童是擦了擦 红肿的眼睛 你惊艳 我要杀了那两个徒驴 替师父报仇 我心说呀 虽然是悟出了绝妙的法门 但他终究还是个孩子 于是安慰到 你在这里 等我们回来 小道童是说着 不行 一起去 说着全身修为尽散 方圆数十丈内 竟然是太清诀创造出来的空间 令人奇妙的是 在他的空间内 我发觉自己的真缘 竟然是毫无阻碍地运行着 甚至能与他的修为融为一体 小道童意念所致 我竟与他产生感应 我心中称奇啊 太清诀空间竟能是提升人的武功修为 有他相助 恐怕说要事半功倍了 我问他 你师父临走之前 有没有将精神阵 阵诀告诉你 小道童是疑惑的 我这里只有副阵 庞阵的阵眼 师父说这是精神阵 将来是要交给你的 那口诀又丑又长 我懒得去学 我为之气节 不过我上次听师父说 启动主阵的阵诀 好像是今晚打老虎 今晚打老虎 我心说啊 这密码岂不是很容易就被破解了吗 我心想今夜凶险万分 若真是打起来 恐怕说无暇顾及太平了 于是让太平先在天师府过一夜 太平不肯 我也是由不得他争辩了 点了他穴道 将他抱起 随后放入天师府内的内房之内 泪珠从他眼中落出 我心中一软 在他额头是亲了一下 快 等我回来 带着小道童来到官风烧烤 柳青风黑风寨与慕容秋水 在殿内商议对策 那个白天的时候啊 我去踩过点了 万佛寺是戒备三言的 里面有一个一品高手若干 还有着两百多个老秃驴 呃 武功不高 但是若真是缠斗起来 恐怕也是难以脱身的 所以这次咱们怎么办呢 黑风寨是说出自己探查的结果 还能怎么办呢 咱们速战速决啊 这准备调虎离山吧 这慕容秋水问着 虎在哪里 你爹是虎啊 砰的一声 柳青风被击飞出去 我虽不赞同我爹的行事 却也容不得你来说三道四 这这 我不就打个比方吗 用得着出手这么重吗 要搁以前 你这一拳还不得打死我呀 是你逃打 好好说话 那个 来看地图啊 这是万佛寺 进去之后呢 我去挑衅那个秃驴 你想办法拖住你爹 诶 这 怎么说都是死路一条啊 要不咱们连夜逃出去 我看时间还来得及 慕容秋水说着 你打退堂鼓了 怎么会呢 要不咱只救三官 至于那个小魔女 反正你也巴不得她去死呢 哎呦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动手打人的脾气 该改改了 难怪三官不要你 你又要动手 我怕你了是不是啊 看在你这女人的份上 我不跟你斗你知道吗 黑风寨啊 连忙出来劝架 哎呀 大敌当前 这大事要紧啊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为难之事吧 这不要还没有行动 咱们就自己先施了 和气了不是吗 此时的我是推门而入 三人转过身来 刘清风惊讶道 卧槽 三官 你出来了 黑风寨是黑黑一笑 挠了挠头 慕容秋水是脸色一寒 副手转身 那个 怎么回事啊 行彪四人组 怎么能去得了我呢 对吧 这个你来的正好 你快来评并礼 哎呀 既然三官都回来了 咱们还去 捷那万佛寺吗 去 军臂还在那里 这件事情由我而起 而且 慕容白云和那群兔驴 也是冲着我来的 我自己去解决就行了 那哪行啊 咱们可是一个team 团队啊 这当年行走天下 战无不胜 今天晚上那种出风头的事 怎么能少聊我呢 对不对 我也是笑笑 这有些事情 你可能不清楚 今天晚上 是要发生大事了 这个所以说呀 这小苍蝇不打 今天晚上 就要大老虎 众人之中 黑风寨武功不过八笔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我说 今夜用不了那么多人的 李大哥 你若是真有心的话 不如去城东 准备一辆马车 今夜事了 我们继续饶你 那怎么行啊 咱们兄弟一掌 同进退 共甘苦 这种时候 我怎么能走呢 柳青风和慕容秋水 不约而同的赞成了这个提议 我说 就这么决定了 今夜凶险万分 你若跟去 反而说让我们畏首畏畏 今夜事情一了 我们就去城东 礼尽那找你 大家准备一下 出发吧 黑风寨呢 是兴然的走了 慕容秋水的 你何必骗他 今夜之事 时光天下气缘 不是他能够左右得了的 他本就不算是江湖众人 又脱甲带口的 何必牵着他下水 柳青风道 这个我先回去换点衣服啊 小道童也拾去地避开了 这气氛呢 有些尴尬 我问道 你怎么来了 跟家里不合 自从唐门之后 得了黄阵图 性情大变 一心要同一武林 陈旧不是之夜 他不听我劝阻 竟与明界联手 唉 今夜七月十五 他想利用黄阵图 重启明界人间之道 应魔君归位啊 难怪他不到一年之间呢 进入到大宗室之境 果真是借助了明界的力量 只是呢 与明界合作 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啊 三俗失踪之后 天下间已经是 无人能够阻止他了 若是真如此的话 天下恐怕要大乱了 我说呀 那皇帝为何 还同意此事啊 你师父 二十三年一战 三俗破明界六神 又大闹紫禁城 让明帝产生了心魔 哪怕他武功 已经是三境之外 却也奈何不了三俗 一句话 三俗不死 他心难安 所以这次明界 必是答应他 帮他除去三俗 明帝才安排此事的 而且这件事 从去年大南和尚入宫 就开始筹划了 我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去抓 继军币呢 只是为了引我去救吗 从而是引三俗献身 慕容秋水此时 大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三冠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糊涂 怎么了 继军币是魔教圣女 又是天下觉悟仅有的 九英之体 同时又身兼魔教光明 黑暗两大武学 开启冥界之人的人选 恐怕非继军币莫属啊 我忽然想起 当初是遇见继军币的时候 巡楼也说过 魔尊忌寒 要利用继军币的九英之体 献祭魔军 竟然还有这层用意在里面 三俗当然是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这群突驴 绝对会这么做呢 也就是说呀 今夜这个局 不仅是针对三俗 而且还有继军币 一股无名之火 从我心头冒起呀 心头激烫之下 一股杀意就冲上来 冥界 很了不起吗 慕容秋水忽然道 是我对不起你 我是苦叫着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慕容秋水正要开口 却听到门外柳清风喊着 那个本大侠回来了啊 那个该穿衣服穿衣服啊 小两口唧唧歪歪 亲亲我我有完没了啊 什么玩意儿 那个三官啊 小心我见到继军币 说你坏话啊 我与这慕容秋水 一口同声道 滚 滚 出德门来 被柳清风这身打扮 给惊呆了 柳清风手持颅龙剑 一身白衣 腰间是别了一个玉佩 毫不潇洒啊 柳清风是得意的说着 这可是我花了十两银子 在某猫定做的大侠套装 一直没舍得穿 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帅到啊 不意 这知道你这是去找人拼命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啊 你他妈去相亲的 柳清风来到 一身白衣的慕容秋水旁 哼 我觉得咱俩可以凑一对 不如你嫁给我当小妾 我还缺几个老婆呢 慕容秋水这一掌劈过去 将柳清风呢 挤出两张多远 落在了烧烤店的木炭堆里 正巧有人呢 从楼上泼了一盆水 瞬间是满身黑泥啊 柳清风正要大骂 楼上那妇人是开口说着 走路不长眼呢 柳清风被噎的这一口气 差点没倒上来 他妈的 你不信 信不信我这一见 就摘你们家房子啊 那婆妇是撒泼呀 大当家的 那小子调戏奴家 无少片刻呀 一个人就拎着菜刀就冲下来 随即指着柳清风 是他妈你小子嘴不干净啊 那个 大哥有话好说 别动手动脚的 此时慕容秋水过去 一道溅气 哗的野生了 那人的店面塌了 柳清风拍了拍身上 这还是明教对我最好了 说着就要去拉慕容秋水的手 慕容秋水皱眉 离我远点 太脏了 我看时辰不早 说着 走吧 这个既然要闯万佛寺啊 咱们总得喊个口号吧 不如先练一下呀 我建议呢 用中云三峡前来拜山 如何呀 不是不是 你们等等我呀 喂 出了烧烤街 前往景山的路上 很是奇怪 竟然没有遇到一丝的阻拦 到了东厂胡同 有着两人拦住了我们去路 我喜道 大师兄 二师兄 来人正是大师兄 孟铁锤和二师兄 宋中鸡 孟师兄手持两个铁锤 与着手持铁公鸡的宋中鸡 是并肩而立 你们怎么来了 孟师兄是呵呵的笑着 师父不放心你 让我们来看看 三俗呢 他听说师娘下落 去寻师娘了 他说那边安顿下来 就来京城找我们 说着 将一柄剑给扔了过来 我接了过来 只觉得一道凌厉的剑气 在这剑身之中来回的流算 正是当年他在藏剑山庄 铸的那柄魔剑 孟师兄道 那个 你玄冥失职啊 将这个剑呢 给抢过来了 师父让我带给你 当年巡楼也抢走魔剑 一心要刺杀谋尊几寒 想不到几经辗转 又回到我的手中 柳清风打量了 一旁默不作声的二师兄 你这兵器 挺有特色呀 竟是一只铁公鸡 宋荣基是微微一笑 将铁公鸡递过去 你若喜欢 送你就是 柳清风要去拿 转念一想 这我要是拿了 岂不是铁公鸡吗 这 严重不符合我的大侠伴 不过既然你要送 我也不好意思 不收 不如这样吧 我认识几个玉米国的朋友 要拍狗日的孙子 这个我让他们给你留个角色怎么样 突然记起 三俗说 这我还有个三师兄 从这孟师兄的口中得知 他好像在朝中围观 却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于是问道 我这三师兄究竟是谁 不急不急 等需要他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 不是 师兄 你真是 这个时候还不告诉我 不过 有你们两个相助 今夜闯万佛寺 我们也更有信心了 这都大结局了 我们两个只是来露个脸 马上就回去领盒饭了 今天晚上主要还靠你们 我跟你二师兄 在陶燃亭摆好酒席 还有一些 咱们这些听众 打酱油的 都在那了 等你回来之后 给你进宫 不是 你俩真是我的好师兄 宋师兄说着 一是人 两兄弟 不用这么客气 我先说 你听不出我在说反话吗 心中突然之间就没底了 按想着三俗 你可别跟他们一样打酱油 不然今天晚上徒弟 我可要把小命交待在这 送走两人 我说着 走吧 刘清风说 不是 那个 再聊会儿 再聊 再聊 他们听众会以为 咱们他们在这水呢 赶紧的吧 麻溜的 景山万佛寺 皇宫是只有一接一合之格 整条街上是无比寂静 两处地方却是灯火通明 皇宫之内 数百盏的孔明灯 燃燃升起 如同是红色的幽灵一般 漂浮在夜空之中 景山又名万岁山 大明建国之初 曾经在这里是堆放过煤炭 又称 梅山 万佛寺修建在梅山之下 占地数十请 修到一个富丽堂皇啊 与其他寺庙不同 万佛山 供奉的不是佛门菩萨 而是明界的往生殿神座 万佛寺佛门紧闭 里面传来了和尚的一诵经之声 刘清风问 这怎么办呢 慕容秋水道 闯呗 这好歹咱们也是江湖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是吧 直接闯进去多丢份啊 那个来我喊一二三啊 这个就说中原镖局前来拜山 一 二 三 中原镖局 你们怎么不喊呢 别整的没用呢 干呗 亮镖号 行不行 三人提起 大声道 何无 中原镖局标号 飘荡在万佛寺的上空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加收藏哦 九集 今夜大老虎 推门而入 只见百名白衣僧人士盘袭而坐 念诵着经文 如嗡嗡的苍蝇一般的 广场正中是一个法台 正到两个三角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 正是明界的六芒星的这么一个标志 六芒星形成了一个阵法 由白衣僧人贫雪主持 将祭军壁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祭军壁看到我 神色大变 林盟冲我大呼啊 声音呢 却是被这阵法给束缚在其中 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慕容白云 瘸腿断壁僧人 两人以及十几名红袍棍僧 在外围是保护着阵法 我见诸心中不由大怒 是骂道 好一个武林盟主啊 就知道拿个弱女子下手 却也是不知羞耻啊 慕容白云完全就不搭理我 见到慕容秋水 脸色是阴沉说着 胡闹 给我过来 我还认你这个女儿 慕容秋水何等高傲之人 心中早就有了主意了 摇了摇头 不肯多说一个字 却将手中的秋水剑 给提了起来 慕容白云冷哼一声 你们一起上 还是一个一个的来啊 别耽误时间 敌众我寡 而且对方呢 还有着两名三境之外的高手 若真是要强闯的话 恐怕是没那么容易的 可目前的形势 除了硬闯之外 也别无他途了 我提议道 不如来个三举两胜吧 倘若我们胜了 任我们带走 秦三官呐 你是三岁的小孩吗 你们来或者不来 他都在这里 不卑不喜 此时柳清风是插口的 不是你跟他费什么话啊 一个字干就完了 绝腿僧人是右段一臂 实力大减 如今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 他大声的 给我弄死他们 数十红袍棍僧 此时是冲了出来 将我们团团围住 我望着三人 站 那就占个痛快 说罢于柳清风 慕容秋水 提紧冲出到僧人之中 这几十名僧人 最不记得也是三聘高手 只觉得漫天棍影弥漫 将我三人是笼罩在其中 我大吼一声 当天之内争起暴涨 心念所致是向前踏出一步 魔剑脱巧而出 划出了一道红眼 刺向着迎面而来的一名棍僧 不敢是有丝毫的保留 那名棍僧此时是躲避不及 胸口被一箭刺透 只见这个棍僧脸色瞬间苍白 没有一丝的血色 鲜血浸入魔剑 立刻是融入到魔剑之内 一股热念从剑身上传来 我心中惊讶 这魔剑竟有银血功能 银血之后剑身变红 我感受到魔剑似有雀跃之意 与此同时 慕容秋水 柳清风也是应声而动 三人呈鸡脚之士 与这棍僧站在一起 这是行镖队伍解散之后 三人首次联手 我们仿佛是 有了找回当年一起走镖那种感觉了 这几十个棍僧 以一种奇怪的阵法 将我们给困住 每个棍僧长棍上的真气 并不足距 每出一棍 这些真气都能是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聚少成多 何机之力不弱于一品高手的权力一击 而且没死一个人 阵法就变化一次 不会因为人少而杂落 三人交换眼神 我说分头突进 念及于此 我是释放剑鱼 瞬间移动到三位棍僧的身后 一记反手剑 三人咽喉滑破 鲜血喷到魔剑之上 转化之间变成一道道热念 传入到体内 三人分散突围 棍僧合肌之力稍弱 顿时是感觉到压力周见 我越战越勇 手中的魔剑越来越热 剑心却是通明如意 在地宫之中 体内经脉进断 却是因火得福 如今真气已经是 无需静脉了 心念所致真气变道 速度比以往快了数倍 凭借着灵波微波 和毒孤九剑 我穿梭在众僧之间 如魔头再临 是剑缝插人 又取了十余人的性命 魔剑引足人血 全身赤红一片 当最后一名棍僧躺下 场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断枝四落 鲜血变地 慕容盟主好心性啊 眼见这么多人送死 竟能面不改色 秦某人真是佩服得紧啊 一道威压式传过来 慕容白云手中长剑 开始振扎 发出了刺耳的嗡名之声 这几年你武功进展神速 我本有爱才之心 不过 你却是死心不改 别怪我手下无情啊 我是运功抵抗他的气势 却是装作蛮不在乎 你要是能杀我 草就动手了 跟个长蛇腹死的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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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是吧 真不知道你这盟主 是怎么当的 话虽如此 却是能够感应到 对方的气势越来越深 暗呼不妙啊 慕容白云是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你找死了 说着 未进脚下一动 人便是瞬间消失在我视线之中 精伪真气竟然也是感应不到他的存在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剑影从身前三尺出现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心头生起 我想也不想 一随心动 魔剑灌足真气 不管那道剑影了 一剑就刺向左侧的空处 在别人眼中 我这一剑刺的是毫无道理 几乎是找死的行径 刘清风大呼啊 三官小心哪 眼见剑影刺中我迷心 我尽力是狂吐 大呼一声 破 剑影竟然是向后肥蜀 慕容白云从虚无当中现身 狼狈后退 我心中是大呼 侥幸啊 若是慕容白云不撤剑的话 我肯定会被这一剑给刺到通透的 不过呢 他却也是要受我一剑 方才那一剑 那纯粹就是一场好赌啊 这是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却是敢赌却是骋容白云就在那里 而且他不会以重伤之势换我性命 还好我赌对了 慕容白云是目露惊讶之色 以你的实力 怎能识破我的鱼龙百变 懵的 慕容白云竟然气节 好 非常好 难道不应该是此处应有掌声吗 那么再来一件试试 我也不敢是丝毫马虎 与柳青峰慕容秋水说着 你们去救人 手中是举剑迎敌 慕容白云如同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手中长剑是虚实难分 诡异变幻莫测 长剑之上真气流通 无数的天地真源涌入到剑神之中 长剑如同是一道磁石已温 生出一道锥形这么一个气场来 凝聚成一个小点 当我凌空赶至一刹那 点在魔剑之上 两股真气是交汇在一点 剑气相交 空间似乎承受不住两股真气 竟然变得扭曲起来 我只觉得体内真气翻腾 连忙是向后飞去 慕容白云是冷笑了一声 你走不掉了 健身之上生出一道粘力 令我是丝毫动腾不得 这是他的空间 由他来主宰的法则空间 无数真气向我体内是袭来 我只觉得体内是翻江倒海 将我的真气分割得如同是中网一般 零碎不堪 我怒吼一声 咬破舌尖 一口血向着慕容白云的脸上喷去 慕容白云侧身躲过 常见真气一吐 我顿觉是胸口如遭垂击 向后是跌了出去 这股真气钻入我的体内 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 几乎让我是晕过去了 我几乎提不起任何的真气来 全身动腾不得 慕容白云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口中说着 死吧 举剑就自 当地一声 秋水剑闪身而至 慕容秋水接起了慕容白云的剑招 慕容秋水是淡淡地看着他 摇着摇头 你不能杀他 我若执意杀他呢 我手中的剑不答应 慕容白云是脸色铁青啊 口中冷笑连连 真不愧是我慕容白云的女儿 好女儿啊 一连说了几个好 只见他手指微动 一道剑气射出向我冲过来 慕容秋水是想也不想 一箭破具 爹 你疯了 你可知 若冥界之门开启 这天下恐怕要大乱了 慕容白云胡须微颤 逆子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慕容白云是一掌拍出 啪的一声 慕容秋水脸上一道红印 让开 慕容秋水执着地摇头 拦在我身前 不肯后退一步 慕容白云气急一拳 是积在慕容秋水的左肩 慕容秋水提剑便挡 这一拳来势汹汹 积在秋水剑上 一道气暴之声响起 慕容秋水一声门横 退出两丈多远 形势危急之下 赤灵血滴 仿佛是被唤醒了一般 激发出无穷的潜力 无数的真源涌入魔剑之中 天地之间 每一丝真源分布都呈现在眼前 而且说意念所及 那些真源竟能是生出一种玄妙的感觉来 这是我从未领略过的一种境界 周身三丈之内 那些天地真源似乎是可以被我操控 这与进入一品境后的建域是不同的 而是一种更高深的空间 是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法则 只是这个空间似乎是极不稳定 它属于我 我却是感觉操控不住的 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 隐隐感觉触碰到那种境界 却是有着一丝一毫的差距在里面的 我缓缓地起身 将这个空间给释放出去 慕容白云是惊讶地看着我 三境之外的总实境 可惜你悟性太差 终究还是差了一些火候的 我冷漠地望着他 只要说开始改变 永远不会迟的 说吧 我是聚集心神空间之内 魔剑画出一道又一道的弧形轨迹 将领悟出来的法则空间给施展出来 不远处皇宫之下是一阵的轰鸣 精神阵生出感应 与我建立起一丝微妙的联系 不多久 三丈之内的空间遍布鸿芒 有本事的话 接我一见 慕容白云收起轻视之心 手掐剑角长剑挥舞 只见漫天剑影杀气重重了 更高一阶的这法则空间 将我是笼罩在其内 我冷声道 今晚大老虎 精神阵没有丝毫反应 我回头望向小道童 怎么回事 密码不对啊 小道童喊道 我也不知道啊 难道师父改口令了 这不是坑人吗 慕容白云长剑已经是攻过了 就在此时 一道浑厚的气势从小道童身上是散发出来 小道童没有任何的武功 但是当他的天人之境释放出来的时候 与我建立一种神妙的感觉 仿佛这个境界呢 便是如我自己的一般 我建红光乍线 硬生生地接触 慕容白云一见 哼 我与慕容白云 纷纷倒飞出去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加收藏哦 1世纪 7月15 鬼门开 胸口一阵地翻滚 我的眼角 口中 耳中 鼻中 全部都伸出血丝 方才那全力的一击 若非小道童临时戒精 恐怕说我不死也得重伤 也是不好受 握住剑的右手是不住的颤抖着 我也不管不顾了 直接站起身来 长剑指着慕容白云 来啊 再站他 慕容白云是抬头望了眼夜空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摇了摇头 我不与你斗了 说吧 竟然是躲在了法台之后了 柳清风是笑骂呀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堂堂的武林盟主 竟然要当起那缩头乌龟了 慕容白云是面尘似水 强忍着怒气 冷哼一声 也是不做事 小道童与慕容白云 并无仇恨 此刻他望着瘸腿僧和白衣的贫血僧 他目露杀机 白衣僧人士仍然是盘坐场中 带领百名的僧人诵经 法台之上 幽光营绕 寄军臂受到禁止 动腾不得 我心中是大怒 随后是提起魔剑向法台 凌空跃起一剑挥出 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 常见机箱那幽光的刹那 只觉得脑海之中是一片的空白 旋即一道强大的力量 便从那法台之上灌输到我体内 几乎将我全身的真气都给割裂了 我强忍着痛楚目光凶狠 心想着说这法台有点诡异啊 慕容秋水道 若要破掉禁止 快些宰了这些和尚 若再迟一些 冥界之门大开 一切都迟了 我与慕容秋水柳清风三人 是想也不想 提前冲住那群白衣僧人当中 挥剑变杀 众僧人是 勿为所动 任由我们宰割 杀至五十余人 听到白衣贫血僧人口中是念了一道凡语 夜空之中是异象突生 原本月朗星系的天空之中 空间是一阵的扭曲 紧接着一个黑洞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黑洞是越来越大 几乎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天空 明月隐去 星辰隐去 瘸腿僧人是满脸的激动 冲着法台 倒地变败 小道童见状说着 徒旅 我要杀了你 给我师父报仇 说着 从地上捡起一把剑 冲着白衣僧人是狂奔而去 小道童迈入天人之境 剑法招式却是平平无奇 仗着境界威压 以剑劈去 白衣僧人是口宣佛号 威剑脚下动作 身形击退 双手势做治拳印 凌空一掌轰出 剑与印法相机 是发出了一声巨响 小道童脚步一晃 保持不住 他几乎是跪倒在地 我联盟迈不过去 扶住他 让我来吧 小道童虽然说境界随高 却是无功法的 方才一击吃了暗亏 双目含泪说着 小师叔 你要杀了他 我拍拍他 借你境界一用 我提剑而起 旋即一道无形空间 将我是笼罩在旗内 这是小道童的空间 却也是我的空间 他有境界 我有万剑和山 这种天下一流的剑招 白衣僧人是神色肃穆 挥手之间 一根法杖凭空而出 一道黑暗的幽冥之力 缓缓从法杖之上释放出来 我抖了个剑花 常见摇指白衣僧人说着 当日你偷袭 暗算我师兄 害我师兄惨死 今日是头七 便用你的向上头颅 来祭奠我的夜师兄 话音未落 施灵血滴是陡然爆炸 我带着无数天地真缘 就冲过去了 常见几乎是无视空间距离 瞬间来至了白衣僧人的身前 我抱喝一声 天地同窥 白衣僧人是举着法杖迎上来 我却也是不管不顾 仿佛是全身有着无穷的力量 当头就披醒了白衣僧人 一阵金戈交明之声 几乎是瞬间 我向白衣僧人是攻出二十一箭 体内真气流转 万箭河山招式 从未如此的畅快淋漓地施展出来 白衣僧人也是半步天人境啊 一身武功超凡入化 这个法杖又非人间之物 剑杖交击竟然是战成了平手 手中魔剑是越战越勇 越来越快 在旁人看来 几乎是两道残影 在万佛四肢中在过招 此时我灵台是一阵的精明 十海提升至极限 每个招式都是本能的反应 斗智三十余招的时候 白衣僧人是边战边退 脚下踏出一种奇怪的步伐 我本能的是举荐攻击 却见白衣僧人嘴角冷笑 心中一领啊 只觉得一股黑暗之力 将我与小道童给隔绝开来 暗道糟糕啊 上当了 我心中闪过了这个念头 几乎本能地踏出灵部微步 向后翻滚 异域是逃出他的空间 白衣僧人道 迟了 要说呀 法杖之上光芒大作 一道六芒星印从上面射出 向我是冲击而来 有着石破天惊之势 我心中呢 却是暗护不妙 正要后退 却是躲闪不及 那道星印是穿过我的长剑 积在我胸口之上 一口鲜血是喷泊而出 喷在魔点之上 白衣僧人说道 你不是想见夜良辰吗 行啊 那我就送你去吧 送你去跟他团聚 也让他在冥界有个伴 说着 法杖之上又是一个星印生出 我几乎是无法呼吸 就在这个时候 魔剑剑身变得是炙热通红 似乎是与我生出了感应似的 当年在江阴无名后山之上 我便是领略了魔剑的威力了 这柄神剑乃是三俗夺了天下数百高手之剑铸成 又被巡楼叶以魔门秘法 人血饲养成魔剑 自身便是有了灵性 感觉到白衣僧的危险之后 一道剑玉从魔剑之中生出 将我与白衣僧笼罩其内 六芒兴硬 鸡舍而来 魔剑暗玉之中有着数百柄长剑 如同是厉鬼一奔 前赴后继的扑声 白衣僧人是笑着 不过是赤妹王两儿一嘛 剑破乃是剑之魂啊 六芒兴硬乃是冥界之力 天生就克制这些剑魂 只经一阵凄厉声响起 数百剑魂竟然是魂飞魄散 就在此时 隐藏在剑狱当中的那柄魔剑行天 终于是有了动静 赤灵血液也是生出感应 顿入魔剑之内 十海之内行天魔剑以一种极高的频率在剧烈的颤动着 在流氓星阴抵达的刹那瞬间就燃烧起来 一时所及 红光撕裂那道黑暗 心中是念疾剑绝 向着白衣僧人攻去 破天一剑 二十三年前 三俗正是以这一剑斩杀两名的魔剑山将 当时白衣僧人也曾在场 如今这一招从我手中施展出来 白衣僧人是神色大惊 几乎本能反应一般 向后是急撤 一剑劈在流氓星印之上 星印如破碎的瓷器一般 竟然是成为鸡粉 落在石敏之上砸出若干的小洞来 唤醒了行天的魔剑在手 我是不依不饶 白衣僧人已经被我追出去了 住我 白衣僧人大喊一声 将这法杖递出 瘸腿僧剑撞 单脚跃起 两人是法杖相交合而为一 直接是拦在我身前 给我滚开 一脚踢在法杖之上 当头披下 两人是凭空消失 瞬间移动了 就在此时小道童的法则空间也是瞬间而至 感应到二人所在 也瞬间来到两人身前 两人正要现行 确实发现 我的魔剑已经是地质 玄机又是消失 我已进入一种玄妙之境 两人哪怕说瞬移千万次 我都能将长剑是地质他们身前 两人如同猴子一弯在掏窜着 被我追的是狼狈不堪 尤其是瘸腿僧 行动不便 早已经是丢了法杖 靠着白衣僧人带着闪烁 使兄救我 百丈之外神武门上 一阵红光大座 红袍僧大难和踏空而至 他看也不看 一掌就劈在了空间之内 我现出了身影 满眼的血丝望着大难和尚 红袍大难僧是望着我笑的 秦施主 好生的手段 竟能将我两个师弟弄得如此狼狈 大难和尚乃是明界六神之一 当年在京城雪夜将我困住 几乎是要了我的性命 我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了 你给我滚开 就在此时远处一声惨叫 柳清风和慕容秋水两人 已经冲住那些宋经僧人之中 将这众僧给杀得东倒西歪 天空之中黑洞是越来越大 几乎是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天空 随着宋经人数的减少 黑洞扩张的速度明显就变慢了 慕容秋水说过 祭君必是九阴之体 这几个人要用他的血脉开启明界之门 如今黑洞是越来越大 若是再不阻止的话 恐怕祭君必性命堪忧 大难僧健壮是怒道 岂有此理 他身形晃动来到两人身前 以起年花手印将两人是击飞出去 两人起身 临手与大难僧站在了一起 多日不见柳清风剑招是越发的灵力了 早已经是有了突破一品镜的技巧 而慕容秋水更是年轻一代排名第一的高手 慕容世家一套绝情剑法 一品能斩露地神仙呢 两人剑法 一人轻盈飘逸 一人是快速绝伦 临手之下 虽不是大难僧的对手 却也是能够堪堪支撑 趁此机会 我对白衣僧与瘸腿僧道 是时候来算算账了吧 方才魔剑剑语之内 两人是倾尽全力施展顺衣 被我逼得狼狈不堪 法力早已经是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听到我的话 竟也是连连后退 要躲在慕容百云之后 一剑挥出 将两人去路封死 哄 两人飞出两丈多远 白衣僧道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这句话 应该是 你去对我师兄去说吧 既然如此 那就同归于尽吧 白衣僧人是一脸恶狠狠的容貌 说吧之后 两人此时是直接盘膝而坐 口中念念有词 蹊跷之中开始渗出了墨色的血液 一道道黑暗之力 从两人的身体之上散发出来 如同是魔神恶煞再生 小道童道 小师叔当心 我怎会给他们机会 瞬间来到两人身前 引爆士灵血液之力 魔剑之上裹带着毁天灭地之力 刺入二人的身体 魔剑从两人身体之中传过 两人身影变得是模糊了起来 两道黑影从体内窜出 意图是逃离出去 小道童见状 他陡然释放出空间之力 将两道魔念困在空间之中 两股魔念是东突西撞 竟然是无法逃脱而出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两股魔念无法逃离 竟然是调转身形 向小道童冲去 小道童是惊慌失措 也顾不上控制空间之力 拼命地喊着 救命啊 我想也不想 将魔剑直接给抛出去 魔剑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 如同是燃烧起来 从这两道魔念之中传过 嘶嘶两声啊 两道魔念化为灰烬 当郎两声 两根法杖掉落在石面之上 小道童破题为笑 我心中念头 师兄 我们为你报仇了 大难和尚与慕容秋水柳清风 激战震撼 见着白衣僧与瘸腿僧 被我与小道童斩杀 他怒斥一声 突离战圈 向我二人是攻了过来 就在此时 原本晴朗的夜空 一道闪电划过 大难和尚健壮 三步化作两步 来到法台之前 口中是念起了经文 雷声大坐在耳畔 是轰然响起 炸得耳膜生疼啊 黑洞之上 显出一道亮光呢 不知何时 慕容白云 却是悄悄地靠近过来 慕容秋水喊道 爹 慕容白云是凌空飘起 长剑南举 江南慕容山庄 千里之外逃身之上 数万道剑光冲天而起 向京城方向袭来 几乎同时 紫禁城内地宫之下 一道磨念破龙而出 大难和尚低头垂目 双手核实引道 七月十五 鬼门大开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加收藏哦 五年新纪 鬼门将开之际 慕容白云是激发了黄镇图 数万剑光穿破 时空而至 在万佛寺上空是盘旋着 只要慕容白云愿意 可以随时的开启明节之门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黄银闪过 扑向在法台中央的位置 就要将这法台之上的禁止给击破 红袍大难和尚身形闪动 瞬间是来到那人身前 与那人对了一掌 一处计分 两人是各自后退击步 师父 柳清风是一脸的兴奋 来者正是胡来和尚 只见他是满面憔悴望着南方的神武门 你给我出来 话音方落 明帝诸物能是凌空而至 笑道 师父好 胡来是看着的 这这这这我就说 你你你你你这太他妈你师父了 太胡来了你 你糊涂啊你啊 天下间 敢这么跟明帝讲话的 也就只有胡来大师了 至于三族嘛 他是不屑的跟他说话 明帝望着场内的众人 也不避讳 他缓缓地说着 为了这一日 我等了二十三年 只要有机会杀了他 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是值得的 今天这个局啊 明帝意图杀死三族 白马寺僧人则是要开明界之门 往生神殿的神座 迎接归位 至于慕容白云嘛 他应该是明帝请过来的帮凶 这三方势力纠缠 才是促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我开始替三族担心起来 当日沈洛雁在东海 说动了赵灵骁出手 当年被三族逼到南方的 被向南急 显然是不甘寂寞 还有那号称天下第一的 鬼谷道长 加上白马寺这些秃驴 三族恐怕是凶多吉少 此时大难和尚说着 还请慕容施主出手相助了 此时慕容白云 就如同是换了个人似的 他冷声道 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大难和尚文言不悦 莫要忘了你与我们之间的约定 你借我们冥界之力破镜 就要助我们寻回神作 重回冥界 慕容白云是冷冷地望着他一眼 我自然是不会忘的 只见他神色漠然 手中长剑为战 万佛寺上空数万剑光 是随之发出了嗡鸣之声 只听得他口中说道 一剑 鬼门开 数万道进光是冲天而起 直冲九霄之外 仿佛是要将整个夜空给捅破死的 那场面呢 就跟那个看那3A级大片似的 特别的壮观 胡来此时说道 那个三官呐 你去阻止他 我 怎么阻止啊 哎呀 精神阵呐 精神阵呐 你懂吗 不是 叶师兄当年没告诉我 如何开启啊 文言这胡来 冲着我是隔空的喊着 就看你的 大难和尚露出了紧张兴奋的表情 冥地却是副手而立 冷眼旁观 忽然之间 数万剑意 是牧人静止 如同撞上无形之强 无法前进丝毫 慕容白云是脸色微变 他怒道 是谁在丛中作梗 古人水 你给我出来 话音刚落呀 人影一闪 这三俗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他是左手一把木剑 在空中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圆圈 正是这一些圈 将慕容白云的黄阵图 那数万道的剑意 给困在了半空之中了 胡来此时说着 这是咋回事 你巫术正实起了 文言三俗是摇了摇头 慕容白云惊讶到 那你是怎么做到他 三俗是说着 刚学到一口诀就用上来 什么口诀 三俗文言是憋了憋嘴呀 画个圈圈 主到你 你这么必学我 三俗这话刚说完呢 胡来那边不干了 为啥呀 胡来一直说话都大舌头 慕容白云此时是冷哼 本来我还担心你当了锁头乌龟不敢出来 看来我是多虑了 这么热闹的盛事啊 我若是不来 岂不辜负了三官吗 不是 师傅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说这部书在中原行标的日子还都逼逼这么多集了 是吧 布了这么多集的这个局 我若是不来 你要是嗝屁在这儿 我可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不是啊 师傅 都什么时候了 你能正经点吗你啊 今天我估计啊 得靠你了 这精神阵的不灵呢 我就说呀 叶良辰那小字 他办事不靠谱 此时三俗话音刚落 小道童是不开心了 老祖宗 我师傅都走了 你怎么还说他坏话 三俗是数着手指头 一 二 三 四 师傅 都什么时候了 你干嘛呢你啊 这今天来凑热闹的王八蛋呢 我再数他们呢 赵灵霄向南极 再加上慕容小子和眼前这大屠吕 你你你 你他妈骂人的时候 能不能能不能点名骂你啊 三俗骂完这句话 那胡来和尚在一旁啊 确实是生气了 要说呀 胡来也是一秃子 嘿嘿嘿嘿 这个我就那么一说 我说的是那个大秃子 对了 就这些人呢 可够咱们爷俩 何人一胡的了 黄阵图中的万道剑翼 无法突破三俗设下的进骨 调转方向自天而降 向这万佛寺是狂笑而来 三俗是一掌将我拍开 凌空越起 迎上这万道的剑翼 与此同时 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大男和尚 他双手换出了宝平印 携带着冥界之力拍向三俗 人影忽然 东海剑仙赵灵霄的剑 如同是林阳挂脚一般几乎是同时的攻向了三俗 南海之上千里之外 一剑难来 毫无征兆的 天下四大高手同时向着三俗发难 意图置三俗于死地 三俗一生遇到过无数的风浪 二十年前在登仙楼 两年前在西凉剑阁 但是今夜这次却是铭记人间最顶尖的高手合力一击 时间凝质 空气静止 只见三俗瞬间就失去了踪影 慕容白云操纵的万道剑意失去了攻击目标 他略微一致 大难和尚生出了感应 玄机是出手 宝平印是隐而不发 赵灵霄想也不想一剑刺入虚枯 只听得三俗呢 疑了一声 虚无之中一阵火星子四射 空气是滋滋作响 这一声 赵灵霄是退回去了 向南极的万里一剑冲破了空间来到十里之外 三俗目见一挥 迎道 且看老子在 南海边上画个圈 一道剑芒呼见 将这向南极的万里之境拦在了千里之外 空气一声 南方半空之上是一声炸雷旋即归于平静 三俗咳嗽两声 突出一小口鲜血 我心到 这咋回事 三俗此时是冷然道 向南极那小子本事不怎么样 却老是想着搞些事情啊 这俗话说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这一次我直接送他去南方极乐世界去了 不是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吗 是吧 你他妈看没看过那卫裂先班的日子 没有啊 这有空多读书 读好书 别他妈整天瞎琢磨那些没用的什么金瓶梅插图板 有空他妈借我读读 好吧 向南极死于三俗的一招之间呢 明帝脸色极为难看 冲着慕容白云喊着 杀了他 我许你慕容世家 世代荣华 慕容白云露出了颇有深意的笑容 你真以为 我杀古人水 是图你们皇家给他滔天权势吗 你也太小看我慕容白云了吧 不过你放心 等我杀了他 再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吧 我这心中暗想啊 莫非这里面还有隐情不成吗 当年三俗与慕容清零之师 我虽然是小得气气 却是从未来得及细想啊 总是隐约的感觉 有些东西让人是想不通的 登仙楼支站之前 慕容山庄只是江湖上一个较大的门派 可从那之后 慕容山庄是迅速崛起 成为天下第一门派 势力范围是遍及大江南北 操控了各路的草陨 盐茶丝铁等垄断性生意 这背后免不了是有着明帝在暗中支持的呀 也就是说 自明帝决定对古人水那一刻 那么 慕容半城就将慕容山庄的命运 与皇室是绑在一块的 可是方才 慕容白云说出那话 那口气似乎是另有隐情 慕容白云是剑指三俗 如今鬼门大开啊 黄镇图引明界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慕容白云的体内 慕容白云境界是已不断地攀升着 瞬间就超越了三境 大难和尚低眉地说着 这是鬼王之境 我虽然不知道啊 这鬼王之境究竟是咋回事 却也是感觉得出 这是与天人之境 那是相当的一个境界了 三俗收起轻视之心 他凝视的 想不到如今你竟连人都不想做了 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呀 慕容白云是沉吟着 做人何其难 做鬼何其快啊 如今我有了匹你世间的力量 世间谁还管你是人是鬼啊 一道黑影在他身后现身 慕容白云是飘然而起 与那道面容猙獰的黑影是融为一体 三俗皱眉 原来是八面修罗呀 明界竟把这个畜生给放了出来 这世间是留你不得了 说着手中木剑暴涨数倍 凌空跃出树石上的高空 迎着那八面修罗就刺过去了 三俗瘦弱的身躯 从那修罗巷中穿过 落在地上 以木剑处地胸口起伏不定 幻象进去 慕容白云落在三俗的身前 神色丛容 举手投足之间 有着仙人之姿 柳清风在一旁问 你爹怎么了这是 慕容秋水双眉紧锁 目露幽色 他不是我爹了 我来到三俗的身前 讲的福气 师父 怎么样了 三俗神色凝重 向着胡来和尚投去了询问之色 胡来此时叹了口气 摇着摇头 不是 师父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能不能别大哑迷了呀 接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世界有多大 我们就滚多远 大难和尚 俯身变拜 供应神君降临 慕容白云日露出了不耐的神色 过躁 随即一掌向着大难和尚拍下 大难见状是临忙释放着法则空亲 竟然是要顺移逃脱 却发现 自己是根本就丝毫动弹不得了 神君饶 命字还没喊出来呢 饶命 这一句话 就成为了大难和尚的临终一言了 大难和尚直接被拍成肉泥了 一道黑影从残渠当中逃出 慕容白云是凌空一招 便是化成鸡粉 我心中是道仇一口凉气 大难是三境之外的大宗师 在慕容白云的手底下 如同蝼蚁一般轻易地就被捏死了 魂飞魄散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 三俗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事情 脸色越发的凝重 趁神地问道 二十三年前 皇宫内那道磨念 是你放出去的 文言慕容白云 此时是哈哈大笑 慕容白云这声音已经变了 现在我是知道 为什么慕容秋水说 那根本就不是他爹了 你现在 我才知道 有些迟了 什么 哼 为什么 三俗此时暴怒 为什么 说到这 慕容白云是停住了 他手指明蒂 你们两个 都开心 明蒂的脸色贴清 这些年来 你真可曾亏待过你慕容世家呀 慕容白云是咬牙切齿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为慕容青 此言一出三俗明帝皆是恶然 慕容白云是说着 这件事 这件事情藏在我心中暗示多年了 今日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我与清灵虽是同族一母 却是情如清洁地 六岁那年 我生了病 是他背着我 走了十多里地去城里找大夫 从那一天起 我就发誓 有守护的意识 不是 那个 明教 这好像还是你爹呀 你看他说这些话 这不都是那个 那什么的话吗 此时柳清风在一旁啊 也是忍不住了 这人到底是不是慕容白云呢 如果说他是那个什么魔神 那为什么会讲起慕容白云的事呢 慕容秋水此时也是犯了难啊 在我心中倒是有个猜测 这慕容白云此时啊 是借助魔神之力 虽然说心智有些迷失了 但却还是他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啊 慕容白云是一转身 目光冷冷地盯着三俗 和猪无能 我不知的 他为什么看中了你这个穷酸的书生 我百般地作恼 跟我爹挑拨让你讨状元 让你帮怒辱许家 准备奋备奋处 本一被你讨厌 我确实不曾了 我竟然是低估了你 不过几年的时间 这些事情 你竟然全部都做到了 眼睛的清明就要被你抢走 心中便是终于当地一旦 你让我痛不欲生 清无绝人之路 直到有一天 这个好色之徒遇到了清明 明帝在一旁是沉生道 所以你假传圣旨 将古人水派往南阳 慕容白云此时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慕容白云的眼睛 已经变成血红之色 那根本就不是人眼 我只是做了你想做 而又并敢做的事情吧 就像你知道 后来为什么没有怪罪于我 为何我给清明姐传话 你就那么轻易地相信了 你真以为那杯酒里的和欢 是她故意在高厘里的 你 你 明帝此时气得手指都在发抖 慕容白云是淡淡地说着 之后的事情 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只需当一个安静的观众就聘业了 这场大戏 我一看就是二十三点 痛快啊 明帝是双唇紧闭 三俗文言是双目挤玉盆火 慕容白云说道 既然我得不到清明 那你们就谁也别在这头 听得这一份秘心 我心中的震惊程度 不亚于说 我这个草 这某道 全国灭亡啊 无异于是从这半山之妖 跳入山崖啊 想不到能让天下第一的古人水和皇帝反目成仇 这样一个精心布局竟然出自一个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少年之手 如此心机着实让人心寒呢 慕容白云此时冷声道 只可惜啊 天下四局没能困住古人水 精神阵没能困住你古人水 也可惜你们竟然是没有相残到死 那一夜我本行潜入皇宫把那个捏住的那次 谁料却被人给抢走 后来我趁精神阵破潜入皇宫地下 结果却发现了一个精英的秘密 小伙子的秘密工啊 直到了皇者同 然而我武功终究太弱 无法守任你们二人 自那夜之后 我一直担心你们两个见面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我的担心终究是多余的 那那真妃生下的皇子 究竟在哪儿 明帝此时是一脸愤怒地问着 慕容白云看着他 知道这件事了 天下就知道了 夜亮成并就是贴定之一 他口风想来很严 所以我也没想对他 直到前几天 我听说他写了一本书 我才懂了杀心的 小道同是怒不可接啊 孩子我师父的凶手 原来是你 我听得心中发浪 抛开慕容秋水一事不说 慕容白云看似人畜无害 形势颇有君子之风 在江湖上更是声名显赫 今夜这番话 彻底的让我是心惊胆寒 慕容白云是抬手一支我 慕容秋水是告诉我 当年他把我是三俗徒弟的事情 告诉慕容白云 慕容白云是怒不可接 将他囚禁在山庄 更是在天下群雄面前 当众的羞辱我和三俗 慕容秋水闻言是冷冷的说着 自今日起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了 慕容白云是点了点头 对对对 确实不用管了 因为在场的这些人 冲击你 我的宝贝女 其他人 都被死了 我站起身来 缓缓地走到慕容白云的面前 鼓起全身真气 抡起巴掌 是一巴掌就抽过去 慕容白云一愣 就要闪躲 这个时候一道奇异的弧线出现在我身前 顺着这弧线 我踏出灵波微步 咔 一巴掌打在慕容白云的脸颊之上 砰 慕容白云是一拳击冲我的胸口 一阵剧痛传来 也不知肋骨究竟是断了几个日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不花蒙破 慕容白云遭我戏怒 心中泊人 向前踏出两步 举剑就刺 当郎一声 秋水剑拦在我身前 截住了慕容白云的去路 没有必要 为了我 你们妇女反不成仇 明教师头也不回 只是说了一句 我欠你的 我确实百般思索 却不知这句话 缘何说起 慕容白云此时是怒斥道 你给我闪开 慕容秋水是一脸倔强之意 不肯后退半步 慕容白云突然哈哈大行 想不到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终究还是胳膊肘往外拐 慕容秋水说道 我对事不对人 这件事你做错了 慕容白云是冷着脸 这件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随手一扶 慕容秋水动弹不得 被送出十掌之外 如今慕容白云引明解之力 进入到鬼王境 大难和尚在他手底下 也走不了一招 我连忙去问三俗 咋办呢 三俗说呀 这办法倒是有一个 却不知你肯不肯的 什么办法 这一小匹夫掌握了非人间之力 天下能与之抗衡的 也就只有一样东西了 治阳丹 正是如此 不过若真是用了它 恐怕那丫头的病也就无望了 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决定了 此时我是陷入到两难之内 慕容白云是引明解之力入侵 若是不阻止的话 天下苍生即将是迎来一场浩劫 可若是用了治阳丹 那寄军弊的血毒难去 恐怕是命不久矣 究竟如何选择是好呢 心中两个声音响了起来 秦三官 天下苍生与你和官呐 你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 就算救得了 救得了天下 又有何用呢 秦三官 你自命大侠 行走江湖 所求伯过 公平正义四字 如今江湖危在旦夕 正是你舍生取义之时 你怎能退缩不前呢 去尘娘的天下苍生 与我何干呢 贪慕美色而剑色忘义 天下垂泣啊 时间不多了 你想好了没有 三嫂打断了我的臣子 我深吸一口气 将三嫂使鞠了一躬 师父 是杨丹是军臂救命之物 慕容白云网渡开鬼门关 我也绝不同意 今日我若是战死此间 还请您施恩 救火军臂 你想好了 我一一决 我祝你一笔之力 吴亦兰 柳青峰此时是哈哈大笑 嘿嘿嘿 怎么能少得了我呀 慕容秋水站在我的身边 一言不发 我是侧身看了他一眼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一笑仿佛是又回到了三年之前 慕容白云看了赵灵霄一眼 赵灵霄是笑道 呵呵呵 一切为慕容盟主忙首是真 胡来和尚是走了过来 四年度不见 我来跟你论论交情 说着一记睡梦罗汉拳就攻过去 赵灵霄是剑尾出窍连连后退 功容 一拳击中赵灵霄 将万佛寺东墙给撞了 胡来趁他命 要他命啊 直接就身形连闪 未等赵灵霄反应过了又是一拳 赵灵霄连吃两拳 母养狼狈 正要破口大妈 胡来是如影随形 第三拳又轰向赵灵霄 赵灵霄深吸一口气 来不及回见 一手抱着剑翘 这横在身前 赵灵霄骂道 你他妈不讲江湖规矩啊 什么什么江湖规矩 胡来也不听得唠叨 又是一拳轰出 赵灵霄失去了宗眼 这一夜之后 江湖上盛传 胡来和尚用了一百零八拳 将东海剑仙赵灵霄 打到了东夷往东加勒比海 终生不敢入中原一步 而加勒比海地区 多了一个来自中原的剑仙海盗 率领一群海盗 建立起庞大的海盗帝国 当然这是后话 天空黑洞是越来越大 几乎是占据了半边天空 距离紫石鬼门大开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饶氏如此整个天地变色 一股沉门压抑的气氛是凝聚在空中 天降异下 京城中是一片的混乱 婴儿夜提 柴门全废 是不绝于耳 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阳群众 在院子里面 只设了香糖 叩头贵败 以期是躲过这场灾难 永定门外有着三千人全副武装 悄然地向着皇宫方向靠拢 我心中是顿时平静下来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今日也要阻止这场浩劫降临人天 想到此我是豪气纵生 剑指慕容白云 秦三官 恭送慕容盟主归西 小材长得挺硬 不知天高地厚的笑容 小道同事念起了玄京诀 释放出天人之境 将在场众人笼罩起来 势灵血滴变得是智者无比 一道智者的真气从体内升起 我大喝一声 魔剑鸿芒大作 瞬间来到电影镜头 将长剑是刺向慕容白云 一剑刺空 我全身的这实觉是无比的灵敏 曲剑是味道 一记奉鸣在主 刺向另一空处 几乎同时 柳清风长剑也是刺向同一处 当当两声 两人长剑是如同刺入 金格格一般发出了刺耳的金铁 焦鸣之声 慕容白云竟然是能以周身的空间 幻化成尸体 而不仅是剑意 两人是来不及多想了 催动内力一冷一热两道真气 如同是陀螺一般形成了气锥 强行的就钻入到了慕容白云的空间内 这一招是当年在北周的时候 我与柳清风研究出来的 当时想用它来对付无名的境界空间 却是想不到在此时用声 慕容嘴角是微微的轻跳 说了一句 有点意思 三俗在一旁是说着 任何一个高手都有弱点 境界越高 弱点就越是致命 只是高手弱点 一般都是十分隐秘 不那么容易寻找到的 我与柳清风是不断地催动着真气 却是始终突破不了他的法则空间 慕容白云是问道 怎么着 既知此耳了吗 一扬手 我们两个被击退到十掌之外 正在叫苦不迭之际 三俗终于是站了出来 他朝着慕容白云走过去 走得并不快 没走一步 气势却是暴涨一层啊 慕容白云收起了轻视之心 他正容道 慕容山庄已整 你几乎赏命 想不到短短几个月 你境界竟然恢复得如是之快 我看了三俗一眼 当日他离开普陀岛 独自一人闯去慕容山庄 想不到竟然是遭遇了禁敌 几乎丧命 难怪他答应我成亲的时候 却未曾出现在我婚礼上 三俗自从知道真相之后 心中是强压怒火 面对慕容白云是嘲讽 他却是冷言说着 我三俗这条人命啊 是出了名的应 当日出了慕容山庄 我在黄河湖口悟到时日 今日愿与你分享一番 三俗是雾字的暂定 天地之间气机一阵波动 无数的真源如同是黄河奔海奔 从夜空中狂喜而下 耳旁似乎是有着波涛拍案的具象啊 呼啸声翻滚声扑面而来 若是闭上眼睛 仿佛是置身于黄河之盼一般 当年三俗在开封府 以一人之力将黄河阻拦三日三夜 今夜三俗在京城 以一念之力引来黄河之惊魂 三俗浑身气势暴涨 境界是不断的攀升 终于三俗出手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慕容白云有明界之力 可践踏世间一切规则 三俗有黄河之惊魄 更是人间气运之精华 大地颤动 时空扭曲 星辰引药 山越前影 这是超乎人间的战斗 这尼玛就是神仙打架啊 一切武功 朝是真云内力的较量 都已经失去了效力 这是对空间规则运用的较量 这是天地气运 与明界之力的较量 三俗与慕容白云 消失在半空之中 指尖一黑一青 两团影子缠斗在一起 一阵一声响起 天空之中是破了一个窟窿 无数黑暗之力涌入人间 慕容白云气势是更胜一筹 几乎同时那团轻影之中分出一道 欲将那栋破洞给补生 凭借着明界之力 慕容白云是越战越勇啊 眼见情势危机 三俗是喝道 君不见高唐明景 卑白发 昭如青丝 慕成雪 我心中大惊啊 三俗这也是玩命了 这是啊 他已燃烧自己寿原来与之一战 只见三俗是全身欲火 头发在几时之间 就已经是变得灰白了 三俗晶圆融入到黄河之惊魄当中 瞬间却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散发出灵力的阵势 慕容白云是节节败退 口中是喷出了鲜血 坠落在地面之上 三俗常见凌空虚指 树道金光是凌空而上 将这空中内几处黑洞 给捕成了 他身形一晃坠落下来 我是连忙扶着他 发现他身体内真气全无啊 方才那招 他已经是耗尽了全身的真远 师父 见即此处我是眼圈一红啊 三俗是白了我一眼 你他妈把你那屁眼擦擦 红个屁呀 哭丧呢 老子我还没死呢 这 师父 你没事就好 你他妈怎么知道我没事啊 你还有劲骂我呢 要说三俗体内真远虽空 可是生机确实还在 只是满头白发 仿佛是苍老了几十岁 我咧嘴一笑 师父 这不趁着你没死 我都喊两句嘛 表达一下孝心 这你死了之后 我喊你也听不见了 你给我滚头的你 我看着你就来急 师父 那个 你瞎说轻点 砰的一声 师父伸手就打呀 直接就击打在我胸口 软绵绵的是没有一丝的力气 三俗是咳嗽了一声 这老狐狸 这外力 我已经给你清理过了 趁他病 要他命 剩下的 就看你的了 我他妈去哪边抽盒烟歇会儿 我点了点头啊 提起劲 大喝一声 慕容白云 拿命来 慕容白云早已经是站在那儿 他脸上挂着戏虐之意 如果说是三俗 我还能去爬上几分 就凭 也不凭 我回头看向三俗 三俗说着 我他妈不行了 我抽个烟 不 烟不抽了 一歪头 这老不要脸的军人装死 我心中阿嬷 这个老东西 那个 慕容盟主 要不咱先抽个烟冷静一下 慕容白云是看着我 可以啊 抽着烟 聊着天 一会儿之后 你那小情人 就要归下 我 你 你他妈的 你 不过有一句话 我要送给你 什么话 早死早超生 去你妈的 三俗一剑斩断他明解之力 堵上了明解之门 如今他实力是降回宗师境的修备 我怎会放过这个机会 与柳清风使了个眼色 柳清风是心领神会 两人剑招同时挥出 玄缘剑绝在空中是画出了幻剑石室 明暗相接 虚实相感 十朵剑花是呼啸而至 真正的杀招 隐藏在剑中却是寒而不发 趁此机会 我使出破天一剑 将这慕容白云的去落给抚死 若他不退 柳清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位置的引剑会趁机刺出 若是他后退 必将是迎上我那连绵不绝的剑放 电光火石之间慕容白云是既不硬上也不闪躲 而是疏刀剑盲射出 飞向了在法台禁止之上的寄军臂 不得不说呀 在如此紧刻之时 慕容白云做出了最合理的安排 我心中暴怒 暗骂不要脸无耻人他妈的 彻招去劫地偷袭一剑 两人剑阵不攻自破 慕容白云抓住时机 将那残破不堪的黄镇图给聚集起来 数百刀剑意呼啸而至 绕在了慕容白云的身前 慕容秋水拦在慕容白云的身前 秋水剑是一阵的哀鸣之声 慕容白云望着他 慕容秋水是神色平淡 缓缓地说着 以前我都是按照家里的意见活着 从今日起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这个时候 祭军壁所在的法台之上 六芒星阵是大方光明 祭军壁猛人地睁开双眼 目中是露出了一股陌生的神经 我剑状连忙扑上去 一剑劈在法台禁止之上 哭 一道白光射向夜空 原本暗淡下去的夜空又重新的晃动了起来 慕容白云催动着黄阵图三道剑衣 成品字形式向我偷袭而来 黄阵图乃是天下三大骑阵之一 哪怕只是残阵仍是有着毁天灭地之危的 我全身的注意力可都是在祭军壁的身上 当感应到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 连灰剑阁挡第一剑 我退出三仗之外 胸口俱阵 全身是真气尽碎 第二剑 左胸穿透而过 只觉得一阵痛楚 然后是无法呼吸 第三剑 眼界是无法抵挡 慕容秋水挥剑赶来 挡在我的身前 秋水剑断围两截 剑衣穿过剑身 穿透了慕容秋水的身体 慕容秋水仰面地飞出去 我大声地喊着 慕容秋水你 剑气透心而出 一袭白衣瞬间染成了鲜红色 慕容秋水双目紧闭 面如蜡枝 气若幽丝 我把她抱起来 提起残存的真气 将她心埋护住 秋水 你 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流下了两行泪水 要死了吗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呢 花刚说出来 只见她是剧烈的咳嗽 鲜血自口中溢出 我还是喜欢你们叫我鸣鸣 你就是鸣鸣 你就是鸣鸣鸣鸣鸣鸣嘴一脚一蹺 之前我说对不起你 如今不欠你的了 我将她抱住 你从来就没有欠过我什么 我也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鸣鸣此时是呼吸急促了起来 还记得当年在后山之上的那棵桃树吗 我心中一痛啊 当年在慕容山庄 我与他在后山之上连秋水见法 正是那日我在一棵桃树之上 刻上了秦三观死生必取慕容秋水 不过这桃下之盟终成了一场空啊 昨日之事历历在眸 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 我使劲地点头 我记得 我记得 慕容秋水是用尽了力气地笑着 三年以来 我一有闲暇 便去那边打理 如今那边又是一片桃林了 只可惜 我看不到了 这他酿得疼啊 这是明教 留给这事件的最后一句话 我将明教放弃 全然不顾胸口的伤势提剑走向慕容白云 慕容白云是面露怒涩 剑指我道 是你害死的阿琼 我挥剑月起是当空皮杆 慕容白云是将我击飞 我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已尽称地 凌空月起是劈头看下 慕容白云长剑杂下 膝盖没入石面之中 全身骨骼无一处不疼痛的 全身经脉无一处不破碎 我哈哈大笑 眼角口角渗出心血 已经咬牙关双手拖着长天 步履蹒跚地来到慕容白云身前 颤抖着举起手中之剑 缓缓向他面门是地区 你去死吧 我凌空地飞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怀中落下一封书信 正是当日叶良辰 贴给我那封信 上面写着白铒子 不破不立 忠庸之道 紫禁城下霞光四射 一道白光冲天而起 滑破夜空 照亮那片夜空中 那片黑暗的区域 精神大振 苏醒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上 天地之卫星 率行之为 之为教 至中和天地卫焉 万物欲焉 这就是一直以来 我寻找的那份属于自己的道 也是我初道以来一直可守的 为人处事的原则 不偏不倚 至中平和 既不如法门之偏激 也不知道家之无为 当我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只觉天地了然于凶 山河锦绣 天地万物 皆遵循这一道法 这一刻 京城之中大放光明 精神阵运转之下 天下十八路周气 运势纷纷的涌入 视灵血滴 目然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充满无限生机的力量 体内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着 数十万道真气 将我体内各窍学士 贯通上下 这一刻 我就是天地 天地就是我 一剑挥出 正是秋水剑法 这套剑法是名叫当年 兴起的时候自创的剑舞 原本是十分花哨的剑法 此刻却是蕴含着撕裂一切法则空间的毁灭之力 向着慕容白云攻了过去 慕容白云感觉到危机 他心生惬意 扬装举剑迎击 脚下却是微晃 释放出了空间法则 他意图顿取 我满心愤怒 怎会给他机会 长剑紧锁他的契机 一剑又一剑地攻过去 一剑刺透慕容白云的左肩 慕容白云是紧咬牙关 也不顾肩头中间 他强行后腿 剑花微斗是一剑刺透他的右肩 当狼一声 慕容白云长剑坠立 他正要开口 我哪里坑给他机会啊 遍布向前一拳轰出 将他积上了三掌多高 慕容白云是门横一针 胸口的肋骨尽碎 口喷一口鲜血 心三 公 官字未曾出口 又一拳是迎上 慕容白云双膝尽碎 落到了地上 慕容白云全身的 经脉尽碎 骨骼寸裂 蹊跷之中 渗出鲜血 我冷眼地看着他 当年在慕容山庄 我去跟秋水提亲 你说武功天下前十 家财富可敌国 你便同意我俩婚事 想必当年也没料到 如今会有如此的情形吧 慕容白云死时 双眼恶毒地看着我 你算什么东西啊 就算是你天下第一 老子说不同意 你照样无法娶她 此时慕容白云眼中的血红之意 已经淡淡地散去了 取而代之的 慕容白云已经回复了自己常态的声音 我确定 此时的她 就是慕容白云无疑了 我以剑意识威压过去 慕容白云忍不住疼痛 扑通力声趴在地上 吐了一口血痰 你有本事 就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随即 长剑意恒 架在慕容白云的脖颈之上 慕容白云说道 你杀了我 恐怕永远救不了你的小魔女了 我看了一眼季军币 法台之上六芒星禁锢是隐约 有破绝的痕迹 我剑划一刀 一剑是割断了慕容白云手腕动脉 鲜血立即就喷了出来 慕容白云是运功疗伤 只是体内真气早已经被我击碎 眼见无果身目露的惊恐之色 你放心 你不会立刻死去的 多则一个时辰 少则以主将的功夫 你会血尽而死的 你 你不能杀我 慕容白云是怒吼着 我丝毫不理会 静止朝着继军壁走去 法台之上 继军必处于半昏迷之中 六芒星阵缺少了白马斯突吕鲤主石 物质地在运转着 我尝试了几次 竟然无法让他停下 慕容白云是如发疯一般咆哮着 我若是死了 也要跟他一同吹死 忽然 他口中是阵阵有词 念起了一套奇怪的咒语 法台之上光芒乍现 半空中那道黑洞是迅速地旋转起来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黑光是突破了三俗先前那道禁锢 冲了出来 一道幽冥之力笼罩在我的身上 士灵血滴嗅到这股力量 迅速地旋转 逐渐地变大 变成了士灵珠大小 几乎是要争夺我的身体了 我试着运功抵抗 却是发现这道力量超出了我的能力 士灵珠如同是有了生命一般 几乎就要控制我的身体 冥界之门大开 四座神将踏出黑洞 降临人间 挥手之间万福似隐去 整个世界一片的黑暗 这是哪里呢 这是暗域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只有一个绝对的位置 还有来自冥界的四个神将 确切地说 这里面是士灵血滴 生出来的独立空间 也是连接人间与冥界的那道大门 你们是谁 只见那四人是同时跪倒在地 网生殿 圣财使者 接引使者 准提使者 静空使者 恭迎神座大人重返冥界 我是目瞪口呆啊 什么神座 你们 你们认错人了吧 接引使者说着 两百年前 神座在永生界 犯了戒律 被流放人间 几经轮回 才到了金市 如今期满 我等奉命前来 迎接神座归位 神座如今尚未苏醒 等回到冥界 自会知晓一切的 我心中是安静啊 却也是不知对方 说的是真是假呀 不过我对冥界的人呢 将来是没有什么好感 于是不耐烦的说着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冥界什么的 老子不懂 我还有事 要是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话音刚落 四大使者是将我围在了中间 神座 这事 你说了并不作数的 我是呸了一声 说话不作数 别说什么狗屁神座 就是皇帝老子 我也不稀罕 我滚开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接引使者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多有得罪了 说吧 四人挥动兵刃 就要勤我 我怎会束手就勤呢 就地是打了一个滚 随解是翻了出去 请起手中的长剑 只觉得精神阵之力 在这暗欲之中 仿佛是更加的精准 以心悟出的中庸之剑 携着精神阵天下气韵 是一剑朝着四人批去 当的一声 我向后是击退数十张 胸口一阵的翻腾 这四个人呢 怪异的兵刃 似乎是专门克制人间真气的 方才那一剑 竟然是为伤及对方分毫 反而是让我一阵气血翻用 四人联手一道幽光泛骑 将我笼罩在其中 头痛欲裂 我试着提起真气反抗 却是发觉 人间的真气在这道幽光之内 竟然完全的失去了作用 终于是忍受不住这股疼痛啊 我是大声的呼喊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暗欲之外 祭君弼的声音传了进来 以黑暗之神之名 圣教弟子 祭君弼再次启示 我心中大惊了 并是连声的吓住 以后住口 祭君弼是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我愿以我血脉 唤醒沉睡中的神明 我愿永远沉沦 将无尽深渊产生的最大的力量 借由我血脉 将你呼唤至此 我愿烈焰焚身 只求助心爱之人摆脱淋雨 从此甘愿为您的仆人 永夺黑暗之中 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我体内是苏醒过来 仿佛在黑暗中 睁开了幽冥的眼睛 冷漠无情而又充满着怜悯 一念所及鸣接四神座 禁锢全然是消失不见 几眼使者四人脸色俱变 就要逃跑 我冷冷地说着 就想这么走吗 一道吞噬之力一出 将四人捆住 动弹不得 接引使者道 秦三观 你可知善杀明记神将 要遭受到什么样的罪行 那就只有杀了你们之后 我才晓得了 那四人文言拼命地 向那绝对的黑暗之中是奔去 我哪里容他们逃窜 几乎瞬间就拦在四人身前 一直点出 盛财使者一声惨叫 行销浑灭 另外三人见状 怪异兵认识横在我的身躯之上 我也不闪避 直接就是挂前一步 将准提使者给撕成两截 接引使者和净空使者 满脸的净空 他们是加速地向冥界奔去 我追在身后 凌空是两拳挥出 那两名使者亮强的 瘫倒在地 接引使者是喊道 不要杀我 我认输 我心中满是愤怒 如今季军必生死不知 我怎会轻饶得了他们 对不起 我不接受 手起掌路将两人给击杀 我已成魔 脑海之中满是杀戮的画面 若是有着十万冥界兵将 我也是招杀不悟 黑暗的天空之中 一道桃木飞剑是穿越时空 瞬间来到我的身前 从我身体内透涕而过 我认出了那兵飞剑 吕纯阳在魔教总坛斩杀魔教的那兵飞剑 也是将滔铁老祖原鹰斩成肉酱的那兵飞剑 体内气势爆剑 心中的力气顿时削弱 耳旁传来一道声音 你是谁 我怒道 我是你大爷 飞剑在空中是划过一道弧线 又冲我飞来 我挥起魔剑劈去 那柄桃木剑竟然是浑然不惧 硬生生的撞了一剑 我心口一阵剧痛 扬面倒飞出去 你是谁 我是你祖宗 又来我再一次被击退 就在此时一声女人的叹息 旋即耳旁传来一道繁音 那吟诵的正是大日如来静世周 那道繁音如行云流水洗涤着我的心神 那股烦躁的魔性逐渐的褪却 我的心神是越烦的宁静下来 黑暗之中一丝光亮 九座联台 当年在开封府正是这静世周 让我悟出了三座联台之上的大日如来首音 如今另外六座联台之上 分别是石柱印 空月印 光明印 青木印 安心印 和定力印 我叛戏而作 凡音绕耳 六处法印 连同大日如来三印 一一呈现在脑海之中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又是那个声音 它出现了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想仗进走天涯 下 你是谁 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我叫新三观 中原标局的一鸣表示 幻象禁区 夜空之上 昊月当空 星辰若隐若现 不远处 慕容清灵 身穿着粗布麻衣 站在三座的身旁 见我醒过来之后 是微微一笑的 明帝诸武能 双唇紧闭 一脸阴沉 在不远处看着慕容清灵 慕容白云身下满是鲜血 已经是气热忧死 见到慕容清灵 他试着挣扎起来 努力了几番 却终究是无济于事 伸手去指慕容清灵 慕容清灵来到他的身边 慕容白云断断续续地说着 姐 这件事 自始至终 终究 是我错了 慕容清灵 第一声道 爱责 恨责 离别责 居是虚无 贪毒 秤毒 失念毒 皆为尘土 我不怪你 慕容白云忽然笑 单纯地如同一个孩子一般 他闭上了双眼 再也没有醒过来 一代枭雄 自此陨落 三俗在一旁是开口 哎呀 你还不去看看你的心上人呢 若不是他呀 你早就是命丧皇权了 我来到法台之上 祭君比双母为征 面色惨白地低声地说着 当年我欠了你三条命 如今都还清了 我心中一痛啊 眼泪是流了下来 君比双 你这个傻子 这么做根本就不值得 是我欠你的 三俗 你快给我想想办法啊 我 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不管 你一定有的 此时慕容清零说道 你看他急成什么样了 嗯 那行呢 三俗这才是不甘情愿地 掏出一个盒子 扔了过来 这事先警告你啊 这玩意儿我研究了半天 也不知道怎么去救人 你若是没把握 还是不要胡来的好 不是 你是我师父 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 你 这谁他妈规定的 师父就得是万能的呀 智阳丹是非人间之物 天下对此有研究的 除了那个老头 哎 别无尊号了 我跟你讲 哎 何道子 我脑海中闪过这个人 那人几年前已经是出海寻仙了呀 如今是杳无音讯啊 让我如何去找啊 这他不是还有个徒弟吗 动动脑子总会有办法的呀 万福四外 脚步声传来 大门打开 只见门外乌鸦鸦 站满着一片的兵马 满身黑甲一片素末 整个场间是安静无比 人分左右 太子朱润泽一身容装 在萧前良的陪同之下 来到万福四眉 明帝朱我能是满脸的怒容啊 怎么着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你们 朱润泽当头就是跪倒在地 随后身后几千兵马是齐齐的跪倒 恭请圣上退位 三俗是忘了我一眼 嘿嘿 得了 这儿啊 没咱啥事呢 走吧 还愣着干嘛呢 等着他妈人请你吃宵夜呀 我背着寄军笔 柳清风抱着鸣叫 与小道童走出了万福四 这个 怎么办呢 过两日 想多好军笔 我把鸣叫送回江南 然后出海 去找何道子 黑丰寨早已经是 找来了马车 看到鸣叫是双眼通红 竟然是呜呜的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前几日鸣叫找到我 说等这件事情过去 就要重返中原标局啊 你 我 还有小柳 咱们中原标局四人组 一起去行走天涯的吧 我心中一通 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啊 他一直 都跟我们在一起 咱们还是那个 中原标局的死人组 薛鱼儿给寄军臂 处理了伤势 以金针杜穴之法 稳住他的经脉 为了一些药 他这才是安然的水去 当夜 我与柳青丰黑丰寨 就坐在院落之中 一支烟 接着一支烟 大家是隔怀心事 谁也不肯说话 在下武当派柳青丰 这位兄台 是哪个门派的呀 波斯鸣叫 那以后 我们就叫你鸣叫吧 对了 听说你有个妹妹 叫慕容野杰一 有空给我们眼见一下啊 三官 他让我转告你 你在标局槐树下 埋的那个土罐子 他带走了啊 你等着我 将来我成为天下第一 我就 你就如何 我就娶你为妻 我掐灭了最后一支烟 明日 给他找一副好棺材吧 大家凑一下钱 柳青丰是转身回到了屋里 没多久 拿着一打子银票出来 这 当年出去吃饭 我 我老占他便宜 老说 我要回请他 总觉得他是豪门公子 就不缺这钱 可是如今 没有机会了 你这个吝啬鬼 等您干嘛去了 现在 三官 别说了 我们三人忍不住地抱在一起 嚎啕痛哭 远处转来鸡鸣之声 天空中露出了鱼豆白 柳青丰去安排后施 我来到天师府 小道童与太平早就是等在那里 见到我 朱鸣是扑到我怀里哭着道 齐大哥 父皇走了 我早已经是料到有如此结果 朱润则是实力派 又是遭到禁锢 那椅子 只有一把 既然说他想坐那把椅子 就得拿出坐椅子的魄力来不是吗 皇宫之中传来十八宗鸣声 宣告着明帝朱武能的死讯 京城中流言四级 各种各样的斑本 将昨夜之事说的是玄乎其旋的 有的说是神仙显灵 将诸物能接走当神仙去了 也有的说是皇宫失火 老皇帝烧死在了宫中 在锦衣卫的镇崖之下 没几日流言就是无影无踪 宫内颁布诏书 朱润则登上皇帝 大赦天下 三俗与慕容清灵走了 临走之前 我送了他一笔银子 三俗说 这辈子 收了你们这几个徒弟啊 真是值了 操劳了大半辈子 如今也是该赏福了 师父 留个地址吧 将来有空的时候 去看您跟师娘 等没银子了 你自然会见着我的 三日之后 通州码头 经过几日调养 继军臂 已无性命之忧 我扶着他进了船舱之后 与前来送行的 柳清风黑风寨告别 这几日柳清风黑风寨 一直在为重建中原标局 在奔走着 柳清风道 那个 决定了 我们还商量着 这等你回来 咱们一起 在中原标局大干一场呢 少这四年 肚子无哉 给我留着大当家的位子 就怕到时候 你舍不得 柳清风文言 摇头慌囊 大当家 当大家男呢 你们两个好好干 到时候 我来看你们 回到船舱内 继军臂 面露微笑 回来了 我上前握住他的手 娘子 今日之后 没人能将我们分开了 等经门始料 我们便从宋井出海 去寻合到自己 记忆军臂是笑的 我就怕你再遇到什么公主 小阁主 旧情未了 把我人海里去喂鲨鱼 文言我是联盟发誓 若真是如此 便让我天打五雷轰 我开玩笑的 对了 我找人做了点点心 我尝过了 稍微有点咸 不知合不合你胃口 我可是济南府的 能有多咸呢 记忆军臂临 那就要问一下 坐的那个人咯 此时门外传来 敲门之声 你自己问吧 打开舱门 猪鸣身穿 鹅黄色长裙 端着一盘点心 嘴角含笑 悄然地站在门口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战好情 感谢大家一路 对中原行标的支持与喜爱 在中原行标的日子 接着到现在 已经卷步伯奖完毕了 但三观的江湖路 还没有结束 而你我 又也在路上吗 后面还会有一集的 后继十年 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豪情和 云新宇联合演播的新书 我的老婆修行归来 好了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 咱们让你点听伤 都在勇往前 江湖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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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路远